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啊 哎呦我这哪是不积极啊 我是按照要求 因为我住的浑南区就是明天开始测 水阳不是今天开始全市第六轮核酸检测吗 大家伙得注意了啊 水阳市启动的第六轮核酸检测 今天是和平区 黄沟区 大东区 于洪区 辽中区 新明市的全域以及部分的重点区域 开展全员的核酸检测 3月29号到30号才是全市其他地区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这个呢可真得注意一下 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检测时间啊 好嘞 接下来来关注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 3月27号临时至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219例 含217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996例 来看我省3月27号的零点到24点 凉丁省新增12例本土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其中呢 沈阳市报告5例 安山市报告2例 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引口市报告1例 葡萄岛市报告4例 新增11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沈阳市报告65例 大连市报告8例 锦州市报告2例 引口市报告38例 辽阳市报告1例 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为大连市报告 今天上午 沈阳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第61场新闻发布会 公布沈阳市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的结果 累计检测812.4万人 阳性22例 是的 发布会上呢 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人王平介绍 3月27号临时至24时 沈阳市新增的5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军系集中隔离点 还有风控区内例行核酸检测的时候发现的 新增的65例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58例系集中隔离点 风控区管控区内例行核酸检测发现 7例系社会面非管控人群当中发现 在新增的阳性感染者当中呢 黄姑区29例 余虹区16例 辽中区7例 新民市5例 和平区4例 大东区2例 苏加屯区2例 铁锡区2期 2例 湖南区1例 审核区1例 法库县1例 根据目前的检测结构我们看到啊 现在呢社会面仍然有阳性感染者减出来 而且轨迹比较复杂 涉及面广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 是的呀 为此呢昨天沈阳全市进行了提及管控 同时呢发布关于调整风控区 管控区防判区的通告第35号 对风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调整的有关事项来进行通告 第35号通告当中的新举措 只要体现在区域划分和核酸检测等方面啊 一是把黄孤区 大东区 于洪区 辽中区 全域纳入管控区的管理 二呢是把沈阳的风控区 管控区以外的区域 全部纳入到防范区的管理 第三点呢是要求核酸检测点 全部设在各个小区之内 除了风控区呢实行上门检测之外呢 其他区域啊检测工作 将采取专人引导分时分区 错峰组织等措施 确保人员不聚集 是的 对于提及管控期间 如何保障市民生活和就医的需求 沈阳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王平表示 那沈阳呢目前已经建立了物资保供机制 能够充分的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那对于风控区的送货上门 管控区每户每两天呀 可以安排一个人到社区指定的地点 来领取购买的生活物资 防范区限制聚集 还有划定购物区域 限制购物时间实行错峰出门 对于提及管理之后呢 有就医需求的呀 根据不同情况采取 社区出具证明 手和登记 专人专车的闭环管理 点对点接送等不同的保障措施 目前沈阳管控区相关的人员 以及车辆 衣物 防疫 公安干警 外卖快递等人员 凭着工作证或者是单位证明正常出行 疫情防控 紧急就医 生活保障 城市运行 应急处置等等相关的车辆 经过各区 县市政府 或者是各行业的主管部门 认定核实之后通行 各地区不得以疫情防控理由 限制上述人员和车辆通行 另外呢 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 从今天起啊 沈阳市辖区内所有品牌的共享单车 含共享电动自行车全部是暂停营运 我们也再次呼吁大家呢 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合理安排工作 日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发布公告 将于2022年3月29号开始 有序恢复和平院区的门诊就诊工作 门诊就诊呢 将会严格遵守 一患一陪护和实名制预约就诊制度 那患者可以通过手机的微信和支付宝 等挂号平台按照提示来预约 就诊的时候呢 患者需要持预约的挂号信息 24小时内的有效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和身份证 同时呢 陪护者也要使24小时内 有效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来进入门诊楼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式 为坚决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目前我省包括大连铁岭朝阳在内的多个城市 相继发布通告 加强货车的管理 就在昨天 辽宁海城市公安局发布了警情通报 一货运司机呢 王某文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经过调查呢 王某文与妻子王某峰 两而至共同驾驶货车 于3月20号 自麒麟省的新冠疫情风险重点管控地区出发 3月22号的15点40分 进入了海城地区时呢 刻意隐瞒高风险地区的行程 通过提供虚假行程码 来逃避疫情的防控检查 二人未向相关的部门主动报备 未遵守相关的隔离管控要求 进入社会面之后 造成了疫情传播的严重危险隐患 那目前王某文还有王某峰 因涉嫌妨害传染并防治罪 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两个人现在正在医院的隔离观察 那待隔离管控结束之后 依法处理 眼下呢 我省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还望大家自觉遵守 疫情的防控相关规定 咱们呢守望相处 共度难关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